好,我們第一個就是可以拿這個先複製一下 因為如果你練習的時候沒複製的話 比較麻煩,VBA他沒辦法Ctrl-Z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滿多同學常練習完之後 原始資料不見了,那沒辦法Ctrl-Z 那就有點麻煩 變成你要重新關檔 然後要重新不存檔重開,那有點麻煩 倒不如建議先複製一個 然後在這邊的話執行這一段 這段程式的話,當然 他是把後面的五個範圍複製到底下 可是最下面這個66、132、198 實際上是我預先先把它查出來的 所以可能要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剛剛好可以抓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要把它抓到的話 當然我前面也講過,你可以用追蹤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游標放A1,Ctrl-Z向下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點 Ctrl-Z向下的時候 你要確定這個範圍裡面 不能有中間有空白的 像這個應該沒有啦 比如說他中間如果空白 這個沒有的話 你就變成向下追蹤一定會失敗 他會停在沒有資料的這個上方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會這樣 他不是應該會向下追蹤嗎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這個追蹤是連續範圍追蹤 所以如果假設你斷掉了 他就不是一個範圍了嘛 OK 如果假設你真的意識要追蹤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向上追蹤對不對 也可以啊 你不要向下追蹤 那如果你要向上追蹤的話 你可以先把游標先放在 這一個工作表的最下面一列 有沒有 然後往上追蹤 這樣比也可以追到嗎 有沒有 這也是個方法啦 不過理論上 如果是這個資料是正規過的 理論上不應該有這個空白啦 但是實際很難說啦 因為很多人你會發現 他就是不按照規則嘛 而且很多人畢竟沒有資料庫的概念 所以他做出來的資料就像這個啦 我覺得優局 這個應該要 怎麼會給這種資料 OK 真的是給人家麻煩對不對 OK 所以有的人思考模式 還是在用人工的那種模式 所以他畢竟給的資料就不會是很OK的 會真的是找麻煩 那你只好他不變你只能自己變了 所以剛剛這地方就是向下追蹤 那追蹤的話當然 不過其實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固定就66 所以是不是把這個再加66 再加66是不是也可以 我不確定啦 如果當然這個規則OK 那你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後面其實也可以 66乘上i 或許可以變一個迴圈嘛 有沒有 i的話呢 第一次就乘661倍 乘662倍 乘663倍 如果是可以固定的話啦 那前提是有符合規則的 那你可以想個方式 讓那個程式更精簡 不過跟各位講啦 程式真的就是幫助你提高效率 而不是故意找你麻煩 所以也千萬不要鑽六角尖 如果實在想不出來 你就點到我一紙就好了 不然的話真的會很容易 哇真的太痛苦了 在想一個程式 有時候想很多天都有可能 像我以前 為了要把一個程式 真的寫到很好 每天在想 連做夢都在想說 這個程式該怎麼寫 真的不誇張 晚上睡覺 醒來想到了 寫出來了 OK 當然如果你有這種精神 你絕對不可能程式寫不好的 不過我後來覺得 這其實有點好笑 因為這是有點走火入魔啦 OK 但是其實也就是你要喜歡啦 我覺得你也不排斥 那為什麼你一定要用程式來解決 就是你不想土法煉鋼 就是沒回事 那可能以前的那個年代 可能很多地方資料量不多 倒也可以土法煉鋼 可是現在這個年代 假如你還土法煉鋼 哇 那你真的是太痛苦了 為什麼 因為資料量太大了 而且這個趨勢只會越大 不會變小 而且又有AI 又有物聯網 又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哇 那這個資料 OK 每個企業都互相競爭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那一定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66怎麼做 一樣嘛 我們可以假設改的話 可以在這個 這個66的上面加一個 向下追蹤的一個變數 我喜歡用R R等於RangeA1有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有點滿重要的一個 這個追蹤的寫法 點END OK 然後 END就Ctrl啦 Ctrl向下有沒有 Excel Done 然後點Raw 點Raw就是追蹤到的那個列 給我一下 所以它實際上得到就是Ctrl向下 那目前會停在65 可是實際上它放的位置應該是下一個 所以如果要下一個的話 要記得怎麼樣 加1就可以了 那你得到這個R之後的話 你就再把這個R 放在這個66的位置上面 那特別注意 因為66隔壁就是一個雙引號了 所以它是一個 一個字串的結尾 所以我們就 當然你要用之前那個方口訣也可以啦 不過如果它剛好 它的隔壁就是一個雙引號 那你可以記另外的口訣 就是把66delete掉 然後移到雙引號外面 ANDR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把AND前後一樣加空白 OK 不過前提是如果你要改的那個數字 剛好是在雙引號的左邊 也就是中間不會有其他東西 如果中間有其他東西那不行 你就要用之前那個口訣 好 所以這個時候 R就會得到66 然後串到這邊就會 剛剛好放在A66的位置 那接下來這個E32的話 理論上應該也要變 那怎麼變 可是你會發現 假設我們設中段 如果你不會寫 有時候我習慣設個中段點 讓它邊跑邊寫 我大概有靈感 而不是說你一直在那邊想 我有時候先跑 跑到一半停下來 然後看一下目前跑哪裡 然後我再繼續寫 會比較好寫啦 不然的話有時候說真的要抽象慢慢想 恐怕比較容易 讓它跑R現在是66 沒錯 這個是地方串在一起 就是A66 OK有沒有 那你如果中段的狀態 你把它選起來 游標放上去 它會告訴你 目前串完之後的結果 是長什麼樣子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你向下追 所以喔 其實理論上 call過來之後 好已經call過來 所以如果在Ctrl向 沒有Ctrl向下追中 你會發現因為已經貼過來了 所以剛剛66 那現在應該就不是66 現在應該就131加1 所以理論上 這個地方132怎麼來的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有沒有 再複製到這邊來 有沒有 複製到這邊來 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一樣喔 你把那個132delete掉 然後移到雙頁號外面 andR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m的前後加空白 或許你記口訣好像比較快 暫時如果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先背口訣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剛開始真的是講 我講很多次 他還是沒辦法理解 但是後來慢慢過了一段時間 他就自然理解了 可能因為你run的多 你就原來是這麼回事 OK 但是請特別注意 目前R還是66 因為你這一行是後寫的 有沒有 所以喔 這個有個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現在的程式已經跑過頭了 你希望讓這個程式倒車的話 其實VBA的除錯 它是具備有倒車的功能 它有R檔耶 OK 那怎麼把它倒車很簡單 這邊不是一個箭頭對不對 你把它按住不要放往上拉 它就倒車了 這個除錯我覺得這個功能還滿好用的 這個滿推薦 因為我也常常這樣用 就是先停下來 然後跑過頭對不對 沒關係 我改一下程式 改完之後再讓它倒車重跑一遍 這樣就不用重跑 不然的話你以前要怎麼做 停止重跑 我覺得不然浪費時間 你乾脆這邊倒車一下 這個功能真的太好用了 我發現在很多程式裡面都沒有這個功能 還可以倒車了 所以很多程式只能往前不能往後 這個是可以的 我找了很多編輯器也都沒有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太好用了 好 那按F8 配合F8 然後看一下 R現在是不是1,3,2 對沒錯 1,3,2 所以串在一起的話 那這邊就1,3 所以底下都一樣 也就是你底下乾脆 每個上面都再加一個這個 這個再加一次 有沒有 然後在這個地方 反正每一行上面 通通加一個這一行 那應該不就OK了嗎 所以跑跑看 這個call過來 然後再下一個再call過來 這個應該 對call 這個我沒 我剛剛這個沒改到 所以一樣 所以這個怎麼改 乾脆你就用copy好了 這個ctrl-c and-r 不過其實也沒多少次 這個地方你就and-r 多打幾遍 反正就熟了之後 應該也就會覺得 好像滿直覺的 OK 那這樣的話應該OK了 所以有時候 會寫程式的人都覺得很正常 但不會寫的人就覺得 這個好奇怪 為什麼這樣寫 所以有時候 說那你怎麼樣可以慢慢變正常 其實就是你多寫 就會覺得很直覺 OK 所以其實也沒有辦法說 你馬上就進入情況 就把資料刪掉 就完整 所以這裡我等於是 再多增加一個 向下追蹤的一個功能 你說老師 那可是像這一題 如果我不要向下追蹤 如果中間有斷掉的話 那你可不可以向上追蹤 其實當然也可以 這個 如果你想說向下不能 向下追蹤的話 我剛剛不是提到嗎 我們剛剛是從A1Ctrl向下 如果你假設你要向下追蹤的話 那你是先到最下面一個 往上追蹤 其實好像結果一樣 Ctrl向上 這個6加1嘛 如果你要改成 從下面向上追蹤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不是A1了 而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那個 最下面那個位置 那目前看到應該是6536 感受一下 6536 因為這個好像是舊版的 應該是2003的檔案 所以假設你這邊的話就改 6536 然後點的嘛 這地方的話就是 向上追蹤 向上的話就是Up 有沒有 ExcelUp 然後呢 刮弧一下 然後再點落 然後再加1 這樣子 ExcelUp 如果你假設 假設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理論上這樣應該也是OK的 如果你那個資料 假如不是連續的 而是中間有斷掉的可能的話 那你這邊的話就改成什麼 從最下面一個儲存 一個向上追蹤 OK 看一下結果 應該是OK的 所以這邊我這個中斷點 確認一下 這個R是66 沒錯 所以我這邊的話 每一個這邊都提一下 確認是沒錯的 然後再執行 這個應該132 沒錯 這應該是198 沒錯 所以其實你說 向上向下追蹤 其實結果都也是一樣 雷同 所以這個是一個簡單技巧 正面提一下 因為很多同學都會糾結在這個地方上面 不過如果你向上追蹤 會多一個問題出來 什麼問題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目前因為是2003的版本 所以它是65536 可是喔 如果你假如是2007以後的版本 它應該是1048576 也就是說呢 舊版的總列數 它是6萬多比 最多 那新的版本就是104萬多比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將來資料超過這個範圍 那你追蹤就會是有問題的 所以啦 不過這個又講不完 到底這樣怎麼辦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A後面 就是end就可以 就是讓它再去自己抓一下 有個物件叫ros ros.com就可以 ros.com就是 反正我不管啦 你到時候呢 你哪個版本 你就自己去算一下 列到底有幾列 也就是說 後面這個就是end 串一個什麼呢 叫ros ros.com ros.com 顧名實際上 ros是什麼 就是你的列 ros.com就是它屬性 就是它總共有幾列的意思 那這個串過來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會是 执行一下 6536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今天是新的版本 它就會自動變成1048576 然後是有的 不過這個又扯不完了 所以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會還蠻常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透過有個物件 叫做ros ros就是列嘛 列物件裡面點count 那就會得到你目前列的總數 顧名實際啦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目前籃總共有幾籃的話 那怎麼做 Ctrl向右嘛 有沒有 向右 目前是 對啊 其實如果用VBA來做的話 其實也是我用Ctrl區 Ctrl區就是即時運算 你可以加一個問號 print 打一個column C-O-L-U-M-N-S 一樣嘛 點什麼 點count C-O-U-N-T 有沒有 數量嘛 256 藍 OK 可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是用新的版本的話 藍數是多少 跟各位講 比這個差太多了 16000多藍 所以哦 新舊差太多 所以哦 你說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 其實你可以用另存新檔 瀏覽一下 它目前是97到2003的 你只要把它改成這個 活業部有沒有 再把它存檔 然後存檔完之後 我看它應該不會馬上更新 好像給它重開一下 你再把它重新打開 關閉它之後 重新再開啟的話 我把它重新再開啟 剛剛這個 這個應該從 這個是 是不是 Ecell 有沒有看到 重新開之後 它就1048576了 然後 Ctrl向右的話 就到XFD了 你說XFD多少 其實如果不知道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Ecell裡面有個函數 就是檢視與參照嘛 這邊有個Column對不對 Column就是你目前所在的欄 16384欄 剛剛才256欄 有沒有 相距實在太遙遠了 所以哦 新舊版本是差距太大 所以以前舊版的Ecell 說真的哦 用不了什麼 如果你要真的拿來當資料庫 還真的不太可以 但是新的版本 它最多已經是 可以到1048576 那藍的話 可以到16000多藍 那拿來當資料庫 其實雖然也不盡完善 不盡完美 但是已經很夠用了 所以你資料有這麼多嗎 OK 如果有超過 我建議你還是用資料庫啦 試一下哦